中国科研团队近日研发出了一种新型新能源环保灭火剂 它被形象的称为灭火斗篷 它不仅能够迅速扑灭火焰 还能吸附有害的反应气体 新能源电池它本身的一个因为受产品的形态的原因 它一旦发生火灾以后 我们从外部施加的任何的灭火剂 是很难作用到新能源电内部的 如果我们想迅速的扑灭电池火灾 或者说一致电池火灾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我们要快速的从外部将产生的明火给消除掉 第二个就是快速的大量带走这个化学反应 持续产生的这种热量 让它的化学反应不引起后面的燃烧跟爆炸 把它化学反应产生的这热量持续带走 那这样就能把火灾规模给控制住 该灭火剂依托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科永安安徽科技有限公司历史两年自主研发 科研人员通过无机有机互配技术 制备的灭火剂具有高稳定性和微细泡沫结构 实现了环保无毒 高效降温 吸烟降尘 吸附高危气体等功能 我们的灭火剂它有很强的这种富足力和沾黏性 那这样子我们喷射了以后呢 它会富足在这个我们燃烧窝的这个物体表面 沾黏在上面 本身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分里面有一种纳米成分 这种纳米成分呢它是一个吞孔结构 那这种吞孔结构呢 可以迅速的吸纳我们这个电磁反应以后 持续产生的热量 让这个热量持续带走 而且我们的富足上面呢 它可以持续作用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的这个吞孔结构呢 可以吸纳我们燃烧产生的这些 有毒一篮一包的气体 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火灾燃烧跟爆炸的风险 就相当于给这个燃烧火皮了一个抖红 那这样子可以迅速的将火灾给控制住 新一代环保智能灭火技术 以广泛应用于锂电池生产储存车间 电动自行车车棚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化工园区 商业区 住宅区等场所 科研团队还针对不同场景 研发了相应的灭火设备 如固定式泡沫 喷雾灭火装置 和移动式灭火装置 以满足多样化的灭火需求 现在电池用的比较大的三类场景 一个是我们的储能 一个是我们的电动汽车的充电站 一个是我们的家庭的电动自行车的 这种充电棚 这是比较大的场景 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只要你设计的有用电池的场景 都会有我们这个产品的 使用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的需求 未来科研团队计划进一步加大灭火剂的灭火能力研发 并降低制造成本 同时他们还将针对电动船舶等特定场景 开发专用的灭火装置 以更好地解决各行各业遇到的火灾安全问题 未来研发总要分两块 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到我们灭火剂的 灭火能力的一个研发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 制造成本的一些降低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针对各种场景 我们可能还研发一些 不同场景下面使用的一些装备 能更好地解决我们各行各业 遇到的这种火灾安全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